南宋唯一能跟岳飞齐名的将领就是韩世忠 这位抗金名将的墓现状啥样 到底是不是真墓 宿孝宗给他立了一座相当巨大的碑 这块巨碑很少有人看到 今天就带大家去一探究竟 聊聊关于韩世忠的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我的天啊 这块碑啊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哈喽大家好我是九叔 大家好我是一鸣 今天和一鸣我们来这个苏州的灵岩山 寻找南宋四大中兴之将之一的韩世忠 韩世忠的墓啊 这个墓呢据说是不太好找 但是今天我跟一鸣我们俩寻找的应该没有问题啊 咱们就上山去找一找吧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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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之前只知道韩世忠墓在灵岩山西南路 我们从五龙禅寺旁的小路上山却没有找到 其实从地图看 墓园就在附近 但众多爬山的人中却没有一个知道 这位抗金鸣将墓具体在那儿啊 砸死我了 这应该是一个下山的一个小径啊 从这儿爬下去全是瘆人的墓地 传工墓地方建韩世忠墓 其实从附近一公墓门口大摇大摆的进去就能找到 刚才啊我们去的位置可能不对 现在我们进入到一个公墓里边来继续寻找韩世忠的墓 我们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寻找啊 终于找到了韩世忠的墓 看来啊规模还是很大的啊 这座墓啊看起来非常的壮观 这里呢是三级的拜台 但其实呢韩世忠原来的墓啊已经非常的破败了 这是苏州的一位民营企业家在2008年出资重修的 韩世忠墓历经了800多年的沧桑变换 风雨和战乱使墓地荒废 地上建筑几乎消失殆尽 只剩下宝城墓种上载 幸亏民营企业家吴炯先生捐资60万 才有了这座近深85米的新墓园 供后人平调瞻仰 这里呢是韩世忠墓的文宝碑 江苏省的文物保护单位 其实啊在这附近呢 有一块非常巨大的北宋巨碑啊 有多巨大呢 估计你没见过啊 咱们一会儿去看看 好了咱们现在去看一下韩世忠的墓 这两边啊 都是放置石像生用的 显然呢这个维修的资金啊 可能不足以修石像生啊 所以现在还没有立在这儿 再往里呢就是齐王墓的罗城了 而中间啊这个圆形的就是 齐王墓的宝顶 也叫宝城 这里呢有供台 这儿啊还有香炉 那在这个地方啊 有一个宋寒齐王墓的一块墓碑 这个墓碑呢大家看啊 也是被破坏了很残破 但是呢我不知道这块碑是什么年代的啊 我在网上没有找到资料 如果知道的朋友啊 可以评论区告诉我一下啊 感谢大家 大家看这个墓种啊 非常的高大啊 高达四米 在这个墓的下边呢 葬着五个人 除了韩世忠之外呢 还有他的一妻三妾 其中呢他的妻子啊 白氏 还有三个妾 最著名的呢 就是在皇天荡大战之中 勒鼓指挥作战的梁洪玉 还有吕晓晓 是吧 这三个妾啊 他的出身啊都是妓 韩世忠是怎么娶了妓女梁洪玉呢 这事啊 跟宋江讨伐的那个方辣有关 宋哲宗元幼五年 韩世忠出生于延安 年少的韩世忠 没有通过科举走仕途 而是在社会闯当中 练就了一身好武艺 非常勇猛 有多勇猛呢 北宋人夸武人 常说他能骑升马鞠 就是说啊 没有驯服的猎马都可以驾驭 老韩就是这么一位驾驭猎马的猛人 徽宗崇宁四年 只有十五岁的韩世忠 被编入延安府的军级 参加了对西夏的战斗 他似乎是天生的武将 一入军营就开始展露头角 他屡屡冲锋在前 数次斩敌将的首级 永贯三军 话说 书法家召集登基之后 在他和全项蔡经等人的不懈努力之下 民不聊生的大宋帝国 终于风烟四起 爆发了宋江 方辣等人的农民起义 此时帝国的精兵强将都不守在边关 内地守备松弛 且宰相王府瞒报前线军情 所以方辣的起义军迅速攻克很多城池 梁洪玉的父亲和祖父当时是大宋的武将 在讨伐方辣时因为一物战机被处死 他因此被迫沦为金口营祭 金口营祭就是古代军中的官祭 后来方辣起义的势头愈演愈烈震动了帝国东南 宋葵宗才急命同官率进军和戍边的军队前去剿灭 宣河三年 韩世忠随着大部队来到了杭州 他先是带着两千人在北关燕社府打的一军狼狈逃窜 将军王渊夸赞他为万人敌 后来方辣领着老婆儿子和近臣逃到了牧州的山洞里 韩世忠穿山越岭找到了那个非常隐秘的洞口 待人杀入其中亲手亲住了方辣 这才彻底剿灭了这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 几百年后 石南安在水浒传里把生亲方辣的人写成了武松 那么梁洪玉和韩世忠是怎么相遇的呢 这事记录在宋人的小说《贺灵渝录》中 说铜冠班师回营的路上 在京口这地方招营寄来陪酒 酒席案中 英姿萨爽的梁洪玉见到了与众不同的韩世忠 俩人一见钟情互生联系 后来梁洪玉把韩将军约到家里 俩人私定了终身 如果这是史实的话 奸臣童冠也算是做了一挥梅人 韩梁的结合成就了一段佳话 这才有了后来的苗流兵变中的飞马传招 黄天荡大战中的亲之复古 好了 现在带大家去开开眼 看看那块巨大的碑 我的天啊 这块碑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来看 在这个地方呢 是碑的上部 这里是碑的下部 他说这个碑整体立起来 大概有八米多高 那下面还有一个一人来高的碧玺 这个碧玺在后边一会咱们去看 他说这块碑到底是谁立的呢 他是宋孝宗 也就是宋高宗的儿子 宋孝宗登基之后就给韩世忠啊 重新修了墓 给他立了这块碑 而且追封韩世忠为齐王 那这几个字呢 忠兴左命定国元勋之碑 这十个字啊 是宋孝宗亲手写的啊 然后大家看这里还有一个器官啊 咱们看啊 这里的字基本上已经很难辨认了 但大家知道这里有多少个字吗 竟然写了一万三千九百个字 由此得知啊 南宋朝廷当时对韩世忠啊 是多么的推崇啊 我站在这个地方一比啊 大家就能看出来 这个碑到底有多宽了 非常的壮观 而且呢 因为有一万多个字啊 所以他被称为天下第一碑 在一九三九年的时候 因为一场飓风 把这个碑啊给吹倒了 吹倒了之后呢 砸成了十来段 非常的可惜 到了一九四六年啊 才有这个林延山的妙珍河上啊 和这个韩世的后人河里 用水泥的把这个碑啊 给它糊住啊 然后用这个铁丝啊 把它给孤在了一起 咱们再来看一下啊 这么巨大的碑 那它下边的碑鞋有多大呢 这个啊 就是那个巨大的碑鞋 在一九三九年的这个飓风啊 把碑给吹倒的时候啊 把这个碑鞋也给砸成两半了 大家看 这个地方呢 是这个碑鞋的前部啊 这是脖子 头已经没有了 这里啊 这里啊 是这个碑鞋的身体 上面呢 是放碑的这个碑槽 那咱们看啊 下边这碑鞋的腿和爪子 还保留的非常的好 大家看这硅甲的纹路啊 还非常的清晰 而且 龟甲的一片鳞啊 就这么的巨大 北宋时期的韩世忠 虽然永贯三军 但他还只是一个小角色 个人的勇猛 难掩整个帝国的腐朽 靖康之变后 韩世忠在抗金战争中 逐渐成长为国家栋梁 中兴名臣 可在大好形势下 先是岳飞被杀 后韩世忠被削夺兵权 被迫退休 那么偏安一语的南孙王朝内部 到底发生了什么 要毁掉这大好的中兴局面 而韩世忠又为什么躲过了 赵构和秦桧手里举起的屠刀呢 咱们下期专门来讲讲这段历史